暑假不空过 原长乡轮载社区所开办的夏令营 不只督促学生写功课 还规划有特色课程 像是进入到烘焙方亲手做面包 并且将在地的农产品加入到食材当中 让孩子对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 有更深的认识 也透过这个机会 来了解社区所拥有的特色景点 小朋友将手中的面团揉作圆滚滚的模样 因为等一下就要拿来烤面包了 原长乡轮载社区这次就让学生亲手制作面包 让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这次的课程是结合社区所举办的夏令营 请学生来烘焙方DIY面包 从头到尾都是让小朋友自己亲手制作 而且还加入在地生产的蒜头 让整个课程更加活泼 刚好结合今年暑假有夏令营 然后学生们刚好可以参加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四校 我都有面包课程 所以刚好学生可以来参加做面 体验一下做面包的过程 然后我们从打面开始 然后基本发酵 然后分割滚圆 然后整形 那个浸炉烤出成型之后 那个学生也蛮喜欢去体验做面包的过程 因为市面上的那个香蒜面包都是用罐头的 我们是结合本自己村庄种的蒜头去做成的蒜头面包 希望让学生了解我们村庄出厂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想要社区的小朋友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我们在社区才办这个夏令营 并且把社区内的特色课程给小朋友体验 让他们对自己成长的土地更加了解 封闭课程是我们社区以来 一直有一个礼拜四下午都有一个烘焙的课程 那这一次就是结合 学生的暑期课程还有夏令营之间 结合让他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做封闭的一个乐趣一个体验 让他们知道面包是怎么做的 让他们学习一下 这个烘焙课程就是类似我们社区的一个产业 因为我们社区有蒜头 有花生 那结合烘焙的课程 把我们的产业推广出去 那这由小朋友的口耳相传 也让他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社区有一个烘焙课程 我们正在推社区的产业 结合社区的特色 让小朋友更认识轮载社区 不只对自己的家乡多一份关怀 也借此推广出去 让更多民众看到轮载社区 记者6的采访报道